您好,欢迎您和我们一起关心台电的消息。 台电男子足球队是国内甲族比赛的常胜军, 除了平时专注练球,在比赛打出好成绩, 他们在推广足球运动和做工艺的层面也是不遗余力。 农历新年前,他们就展开了一系列的巡回教学和演出, 在1月21号这一天来到的偏远的纳玛夏国中和六规御游院, 与学童们相见欢。现场不只有精彩的足球表演和分组比赛, 更赠送了许多物资,让偏远地区的小朋友们也可以过一个丰硕的好年。 指不住脸上兴奋的表情,学生们的足球比赛即将开打。 台电男子足球队在1月21号来到的纳玛夏国中, 是被群山围绕的偏乡,交通甚为不便。 但台电男足在过年前的巡回教学和表演, 第一站就选择了这里, 足见他们推广足球运动的决心和热情。 我们电场的话,当然这个主要就是, 这个最大的资源就是这些球员。 我们球员的话算是, 在国内足球队来讲是最顶尖的球员嘛, 那么他们也有这个热心。 当然如果我们的能力范围内啊, 如果能够帮助各个学校的这个足球能够盛行起来, 其实对我们国家的足球发展也是有很大的帮助, 这是国家未来的主人翁啊。 从热身和基础动作开始练习, 台电男足的队员带着学童们一起体验足球的魅力。 除了刺激的分组比赛, 队员们也小漏一手, 带来了精彩的表演, 让那玛夏国中的学生大饱眼福。 男足队员说, 这次的巡回只是一场前哨战, 未来希望能够更加深入校园, 种下足球运动的种子。 刚好去各地学校, 然后他们有几个队员需要什么, 然后接下来我们明年如果一个月的期限, 然后再进入学校, 然后两个教练, 然后培养他们就是从基层足球就起, 这是一个前哨, 我先来就是关怀他们, 然后他们需要什么, 我们才了解我们就是要记录下来, 这样子这只是开始。 除了推广足球, 台电新达发电厂也带来许多食材赠送给校方, 传递爱心和善意, 希望让不易取得物资的家庭也能够轻松过好年。 台电公司张志龙沈云军高雄报道。 这里是台电影英网, 感谢您的收看, 我们下次见。